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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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对一些深奥的领域也有所研究 诸如晦瑟的神话 神秘主义和神秘动物学 尽管如此 SCP-1867似乎不知道 或呼吟无视了约1910年后的事件或咨询 当要求他为他的探险提供证据时 SCP-1867提供了在英格兰靠近的一个地址 并声称他更愿意把这些收集捐赠出去 对该地址的调查发现了一间属于 女士的小别墅 他声称为领主Blackwood看管这间房子 进一步的询问SCP-1867的性质和来源 只得到SCP-1867之前提供过的资讯 女士在基金会特工调查的五天后死于心脏衰竭 对小别墅的调查发现了一个地下保险库 其中收藏超过3000件人工制品 动物和植物标本 一个收藏超过5000个物品的图书馆 和一个可以运作的有些过时的实验室 基金会用了三个星期移走这些收藏品并重新收容 附入01 一份SCP-1867收藏物品的清单 可以参与文件1867BL 需要特别注意的物品如下 116种未知植物 107种未知昆虫 28种未知蜥蜴 23种未知鱼类 14种未知两栖动物 12种未知哺乳动物 8种未知的恐龙化石 12种未知的史前步入动物化石 29种属于未知土著社会的人工制品 35份手写日誌 内容是SCP-1867描述的事件记录 其内容与项目口述的基本相同 除了某些轻微改动 和SCP-1867在重塑时的夸大部分 其与其与其描述的事件发生时间相符 20公斤经过处理的鸦片 各种枪支收藏 其型号和制造商都与任何一致的生产商不符 包括三支标有 Dr.B.T. Moss's Effective Particle Distabilizers 的宽口镜滑躺枪 这些物品都无法使用 水星、金星、火星和其绿略卫星的精确天体仪 附有一本日誌 内容是对这些星球进行地面探索时的可能使用路径 一辆被大幅改造过的四轮马车 再有用于未知目的的仪器 一张纸条贴在门上 写着物账跟Henry坦坦 其手写的字机与日誌的字机相符 该物品启动后 在被摧毁前杀死了四名特工 当问及该物品SCP-1867回答说 我警告过你们要小心对待我的收藏 当我1907年在沃金发现那个该死的东西时 他差点把我的脑袋切下来 附路02 下列访谈日期是2012年 8点45分 早安1867 啊 早安博士 很高兴见到你 来吧来吧 找个地方坐下 现在我想得很清楚了 上次我跟你说的故事 正好说到我被干我的乌布拉部落捉住时 事实上 我对于你的故事有些问题 没有什么一个部落存在 当然没有 乌布拉部落的所有村庄都被Mokela Mbebe攻击了 我还在后悔在我有机会时 没有把他加入我的收藏中 他是只固执的 难以捉摸的怪物 1867 我们没有任何确实的证据证明 你说的事不是精心虚构的小说 在你保险库里发现的人工制品和记录 很容易就可以访识 胡说 我永远不会伪造我的工作 为什么 这对任何博物学者的心都是侮辱 虽然你们机构反复的令我惊奇 但你们似乎失去了探险者的精神 当我在喜马拉雅山上寻找金色山脉的森女时 我担心过其他人说的话吗 当然没有 我去那里亲自演证他 你明白你是只海阔鱼对吧 上帝啊孩子 你喝醉了吗 这太荒谬了 如果你不能保持理智 我也不需要继续跟你谈话了 给你自己一道杯茶 好好清醒一下 以上就是SCP-1867 简单地说 SCP-1867是一只海牛 具有心灵感应能力 他声称自己是一个经历过很多冒险的冒险家 也有许多收藏品可以为证 但却似乎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只海牛 这是一个没有趣的SCP 虽然看似简单 却有很大的想象空间 也有一些外文档描写了SCP-1867的冒险故事 或许他是如何变成现在这样的 有个常用的设定是 SCP-1662所召唤出来的管家 曾经为SCP-1867工作过 不知道为什么总觉得蛮适合的 这些影片就到这边 如果你喜欢这些影片 记得帮我一个喜欢 不喜欢的话就很不喜欢吧 希望我做什么SCP或主题 可以留言告诉我 就这样 拜拜